过年过节 人们暴饮暴食 熬夜聚会 结果春节后到家庭诊所求医的人增加了 受访的家庭诊所就表示 求诊人数增加了约三成 期间他们也做足预防工作 严防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来看记者李仪华的报道 你最近有出国吗 没有 尤其有没有去过中国 没有 为了应对武汉肺炎 丹彬尼这一间诊所都会先为病患量体温 询问旅游史 受访的医生表示 春节后前来求诊的病人增加了主要是因为 饮食不良和生活方式不规律 位于盛港的这家家庭诊所医生透露 过年后前来看诊的患者增加了两成 同往年不相上下 但也有人因担心武汉肺炎前来看诊 当然也有一些病患是会稍微紧张 那么他们会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会担心他们自己的情况 是不是是中到了武汉肺炎这样子的情况 那么他们会提早地来看医生 然后来了解情况这样子 医生指出经常发现病人佩戴口罩的方式不对 两间受访诊所都表示目前并未发现任何武汉肺炎可疑病例 但会继续提高警惕做好防护措施 医生也建议公众在这段期间多洗手 如果出现发烧咳嗽或呼吸困难等症状 应该戴上口罩 尽早注意 也避免到人多的地方 新传媒新闻记者 李渔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